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可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妈妈会出那场车祸 她说爸爸很爱她 那爸爸一定知道妈妈要离开她 那会不会因为这样 更想毁了她 我觉得你妈妈 应该不会骗人的 可能是你误会了爸 证据 我要证据 我要她没有杀死白莲和我妈妈的证据 你懂吗 我就是证据 叔叔 你在 太好了 日课呢 她一会儿到 我刚才听见她说 她不在这个公司了 什么意思 跟我想的一样 她做事太快了 可能她已经跟别人签约了 我要见她 我要见她 我们在这儿等她吧 白总 不是让我和你们说事情真相 但事到如今 我们都扛过下去了 所以我要告诉你们 白总是好人 她是最爱你们的人 她是最爱你们的人 你看吧 并没有你想那么糟糕 为什么是我一直能在鼓励你 因为 你就是那个被爱的人 有时我想 我就应该去坐一辈子牢 我心里自责 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 是白总 谅解我 照顾我 可是我自己都要被我自己折磨疯了 连我的儿子都不相信我 那就是一场意外 调查报告 检查报告 什么都有 要怪 怪我吧 我们知道 你怀疑我 我儿子也怀疑我 我自己也无法原谅 因为我的失误 造成了你们一家人的分离 律师 也承受不了内心的煎熬 只有白总 白总一个人 在苦苦支撑着 我们都错了 不过 说说 是我们错了 对不起 你不怪我吗 虽然我还是恨想妈妈跟白脸 可是那就是一场意外 你真的相信我 从看见你那么悲伤地进门的 那一刻开始 我就知道应该是自己错了 你们一路看我们长大 我们让你们失望了 现在必须得找到律师课了 先把八百万广告费收拾 他若我听话给几万块钱 若我不听话给我封杀 别给我走出什么妖蛾子 是啊 这个合约的赔款 就是一千万 这孩子肯定不敢反咱们 慎重啊 小心使得万年传 我们现在通过他呀 整款白费力 比什么都重要 妙力要听话的话 就唱唱歌跳着舞拍拍戏 不听话也给我血肠 没个人哄他 整天把他自己弄像腕儿似的 是是是 老板首先及时 是 苗栗啊 这次啊 你为公司做出贡献 公司啊准备给你摊一步心理 让你做哪一号 谢谢 可是我有件事情不大明白 把玉池客张关着好吗 给你们两个签合同 我绑定了一百万的线上广告费 他那么清秀反骨 捧他多年的白费力 你说我怎么能 确定都不反骨我们呀 我知道了 那没事 我们先走了 喂 玉池客 你们在哪儿 我们都等着你呢 玉池客 玉池客他出事了 什么 被绑架了 你们现在在哪儿 我们现在去找你们 行 你让他待着别动啊 我 我要去救我的儿子 绝不能让这个 S分病利息 这是白总的愿望 也是白灵的愿望 叔叔您先别着急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现在 我们并不清楚 玉池客那边的状况 也无法确定他是否安全 所以我觉得 现在 我们可能得分工合作一下 你说 我 我做什么 叔叔 我觉得 你应该先把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都告诉白总 让他有个行李准备 顺便告诉他 我们不会让S分工离弃的 让他放心 好好好 我 我现在就去跟白总会合 然后找到你们 那个 还有 帮帮我儿子 帮帮我儿子 他和他爹一样 没脑子